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佳 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 以易经 风水 宗教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行道至今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 那这段时间以来是赋予社会服务 还有易经风水教育 广结善缘 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 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 那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易经大学圆韵法师 让我们一起来跟您分享 他个人追随宗主 这么多年的这些时间以来 种种的学修经验 还有心得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韵法师 洪师姐 你好 各位信众大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许瑞钦 师父四号圆韵 目前在易经大学台中道场 担任初级班跟正级班的一个导师 每个星期二下午授课初级班 这是我的工作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欢迎圆韵法师 谢谢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带着 跟老师来上课的心情 大家也许您可以 正是忙碌了一天之后 我们就来刚好收看到 这一节的节目 首先我想要请教老师的是 在人生的这个路途当中 我们什么时候跟 仙佛菩萨们结缘 最早的那个时候 也许是在我们的家中 对吧 那想要请问老师 您的家里面 家庭当中的宗教信仰的情况 是如何的 请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出生的年次不好意思透露 已经越来越珍惜年龄了 是 不过可以跟各位明白地表示 我的爸爸是民国前两年出生的 我的妈妈是民国两年出生的 所以在他们的年代 我一直很感恩的是 他们的首要任务 当然是拼经纪 那么我有八个兄弟姐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家当然有信仰 要不然这样的努力工作之下 爸爸是一个彰化 入港的一个很好的家具 木工的师父 所以被聘请到 后来年轻被聘请到嘉义 所以也跟我们宗教渊源有关系 因为他后来是好多年的专职都在 所谓五谷庙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神龙原地 那个庙 他们整个那个庙的主要的神桌那些工作 好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的信仰当然就是偏向民间的一种信仰 家里头拜拜的小时候知道 叫做广泽尊王 那他当然是跟陆港很有名的一个信仰 有他们的相对等的一个关系 渊源 那也是爸爸妈妈努力工作 生活上所有的精神依靠 但是我们总能只能够这么讲 对宗教的内涵要深入了解 以现在的角度去看有困难 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当严生对白就很高兴了 当然很尊重的年结 拜祖先 这个是我们从小会养成的习惯 拜神佛拜祖先 但是对教育的内涵 一直到爸爸 应该是六十几岁以后 我的印象 他才有机缘说抽空 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寺庙里头 偶尔去听 师父闲聊听一些故事 那么我个人在民国 八十一年以后 一个节纪元 认识了到我们残疾山 认识了师父 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违心圣教 这一个整个教义的内涵以后 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说爸爸妈妈以前终生 几乎是为经济 为教育儿女奋斗 那么对宗教认识的不够 这些他们要怎么去补救 这个工作我要担心一部分 因此我还记得妈妈的晚年 离世之前的几年 我尽量抽空把我从师父那里听到的 宗教的学问 内涵意义去告诉他 现在呢 因为爸爸比较早逝逝 所以我现在几乎每天 一定会要求自己 跪在佛桌前面 诵经 一方面请佛菩萨做主 一方面就是表达 我转诵经文 请我上香请我的祖先 我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听经 因为我觉得 这一个是当子女 必须去回馈的工作 这是我目前家里头的状况 那家里头因为结缘之后 像我现在自己独立的家庭 我供奉的是当初师父跟我说 你的缘分 拜观世音菩萨为主 当然我也有一个王残老祖的法相 因为我不能忘记我的法源 从哪里来 那这样子大概就是我目前 家里头的宗教信仰 跟我的生活背景 其实在民国八十一年 您跟老祖师尊结缘 那这个是因为一个 一经风水的课程 还是说您最初获得这样的一个 资讯讯息是从哪里获得的 这个理由很简单 在座当中应该大部分都知道 只有那个少数还没有结婚的不知道 一句话叫做天下父母心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我们眼光当中 有很多的助力放在孩子身上 那希望我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发展 那在那个之前听到了一个讯息 有人告诉我说 在南投某一个地方 有一个师父很厉害 他可以帮孩子所谓开智慧 开智慧之后 孩子的脑力可以充分的发挥 那天下父母心 我当时其实也有一点点工作上的忙 因为我当初是在国中的音乐班 担任专职 而且我当然年轻的时候 还有一点奋斗力 我额外刻外的加班也不少 那不过听到有这个讯息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天 我是在农历的正月初十 正月初九 是我们的现在维新圣殿的 奠基大礼 所以初九 那个是等于寒假期间 初九我一样是在 我自己那时候还不认识 前一天还不认识 我当然是在家里头自己拜天宫 然后初十的早上 就赶快带着孩子全家 那时候两个嘛 两个孩子 那个老婆这样子四个人上山 如果上去我记得第一个印象是 有一个看到什么 同修就跟我讲说 你今天来想要找师傅 可能有一点困难 因为大家都知道昨天师傅 奠基大典 忙了一整天实在有够力 今天要看到师傅 可能机会不多了 因为师傅可能很忙这样 那不管他既然上山 既来自得安之 不过那时候的环境 残基山仙佛寺的环境 已经很自然很美了 那我们就逛逛吧 逛了一圈出来 很意外的我们发现了 这个超人 大家知道我们讲的超人是谁 师傅出现了 我们所有的同修会评估 他可能是应该是超累的前一天 可是他竟然应该出现了 我们就看到一个和矮可亲的人 那他开始就打招呼 言谈 言谈之后 了解我的用意之后 他说好吧 你改天 他正式帮人家办事开智慧 再来 然后也我们交谈之后 彼此认识他 知道我的工作跟我的兴趣专长 然后他就邀我说 那他在假日的时候 都有开这个课 希望我也抽空来 学一下易经风水 从此就解下这个缘分 那老师您在学 就是说在进入这个 易经风水的学习的时候 在之前是您有一个 自学的一些阶段 还是说其实您当时也一片空白 完全是没有常观的概念 对这个应该是可以说 那个几乎为乎其为 因为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书 我们市面上有散书可以看 除此之外 要对这样一个一连串的 一个完整的概念 当然是没有的 是是是是 借着新佛自我家这个节目 我们想要请教老师的是 您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一些神迹的体验 那或者是相关 类似比较广义的神迹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个解释 您有没有实际的一个体会过 要讲神迹 之前我可以先讲 这个宗教对我的一个 心态观念上的一个很大改变 我来接触跟学习 跟着师父学 维新圣教这一套完整的概念之后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 我终于有一点懂 我们的人一生 虽然有着四十年五十年 甚至到有人到一百年 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时间轴上 事实上只是一小段 他必定有 那个过去的往生 还有今世 还有来世 未来世 这三个阶段 所以今生只是在 来承受过去往生的一些因跟果 要去承受 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 人生当中都会有遇到 简单的讲 我们第一次误会 那个亡产老祖战绩的其中一句话 哪一句 可惜天理难分明 是 它是另一面的解释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老祖在讲 不是讲这个 但是这是我们社会上 常用的误解是说 你会不会遇到有那种 有理说不清的 可惜天理难分明 我们终于在我们的宗教里头 慢慢去了解到 原来风水对我的磁场影响很大 所以当我遇到有理说不清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是 风水影响我们 就像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一个概念 叫做宾七祖 这个是这样子 那至于说 遇到的神迹 我想用另一个故事来解释 这个民国八十六年 我就带一个 我们台中社区的一个妇女合唱团 去新疆乌鲁木齐 那那一趟要出话之前 我就跟老祖禀报 是 也师父说 要我去跪在老祖前面 讲清楚我的行程 所以有时候同学问我说 你有没有去过新疆 有啊 你几年去的 怎么那么早 你有跟师父吗 我说不是我跟师父 没有 好 那真比较明显的一个神迹 是隔了两年八十八年 我又带了那一个合唱团 去参加哈尔滨音乐节 那么对台湾人来讲 好多人 我可以说在当下 都没有几个人了解 什么叫哈尔滨音乐节 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这个 实在是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讲 台湾几乎都不知道 因为我有一个哥哥 是担任台湾示范大学 音乐研究所 曾经当过首长 也曾经可以说是 我们那个音乐大师 许常会的接班人 那那时候他已经跟 我的哥哥已经跟许常会去大陆 好多趟去开音乐教育会议 可是当我问这个他都不知道 好 回到我们的主题 看看我们的神迹怎么表现 我出门之前 我记得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我现在身上带那一个宝 是 师父从他身上 叫我去跪老祖前面跪完了好久之后 他从他自己身上有这一条佛珠 他就拿下来 从自己他身上 我目睹 他挂了这一条佛珠 他自己已经挂好久了 然后他有一天 他那一天叫我跪老祖前面跪好久以后 来到他前面 他就把这一条佛珠挂在我的身上 说借你的 借你的 你去哈尔滨一趟 好 然后我就带了 带了 我带在身上 每一次都像现在这样 本来是藏在里面 然后去哈尔滨 如果有人记得的话 民国八十八年 大陆发生洪水泛滥 每三天就有一个省 从长江跟黄河 它是共同的出发出原点 三天一定过一个省 洪水泛滥 没有一个省可以逃 那我飞机转到 哈尔滨下来了 当然那一天 晚上十二点多才下飞机 好 隔天参加一个非常盛大的 那个哈尔滨音乐节 然后接下来 我们有参加他的两三场的演出 有室内室外演出 然后接下来 他当然我到了 我们已经争取 去松花江上面走一趟 游船 我们船一走回来 他说封了 不知道要封几天 因为那个江水整个涨上来 不让你去 好 那也罢 然后隔天我又我们有安排室外的 叫做昆山工业区改成的一个住宅区 那时候在那里盖的是一个高雄林姓的建商 很有名 他那里的建设的那个房屋的单价 听说都是哈尔滨 有时候还比市区的还要贵 所以那里哈尔滨的人流行一句 如果能够到那里买一个房子 拍个结婚照 当终身的目标 引以为荣 我有替我们这些林姓 这一位林姓建商 他的工作品质 工作态度感到骄傲 好 我们利用他的新的社区广场 开一个户外音乐会 是 那 因为又快到了 我们在下午开 因为在室外嘛 所以下午 一点钟快到的时候 我就发现糟糕 云一直过来了 那我现在广场排演十几分钟 有我就请所有的团员 进室内 准备化妆的 梳妆的 换衣服的 我一个人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 那时候穿着一个白色的堂装 可是我又把这一条藏在那里面 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当时把那个广场至少绕十圈 我两手就这样摸着这个 我们这个念珠在里面 我这样子 一直绕 我一直念什么 老祖战绩 阴阳日月最长生 不停的 这至少绕十圈 然后嘴巴一直念 念完了以后就说 祈求老祖加持 我今天的音乐会 能够顺利圆满完成它 好 那当天下午等一下就 就演出了 演出演出 演出到最后 第二个曲目的时候 那个雨水开始滴了 开始滴 最后两个曲目开始滴了 这是户外音乐会 对 现场的人我也很感动 包括他们当地的高官 都不让人家跟他撑雨伞 当地的高官都不能让人家撑雨伞 因为开始滴 大家看那个云好像有一点点恐怖 好 我们真的把它唱完最后一首 敬离完毕 我一声令下 我只有跟所有的团联讲 一声令下 所有的人立刻上游览车 因为那个那时候 游览车停在广场的旁边 因为不让他再跑到室内 室内比较远 离那个演出场所 最近的是后面有游览车 我把所有的人都请进去 我当然是最慢一个进去 所有的人都进去 我是最后一个 但是他终于憋不住了 椅子啪 我整个都被淋湿了 但是没关系 我当时很高兴 因为团圆几乎没有人淋湿 是我一个人淋湿 然后几分钟之后 那个水 把我们那个汽车有个轮胎 橡皮的部分全部遮住 就是厚度 那这样落多大你得想 对 我回来的时候一直 我一直确定 是因为我有持老祖战绩 要不然那个风水雷电 四大 那个四大护法 没有办法把鱼给遮住 要不然那一场 一定没有办法演出 然后后来回来 我在经过跟别的法师师兄 讨论的时候确定 他们说 你做对了 因为那一个咒 以前师父带他们去大陆 也试过这个 我说你们没有事先告诉我 我只是那里在求救无门的时候 我真的绕了十几圈 统统吃这个 这个神机跟大家分享 那在这个部分 我想在节目里面 我们也是要跟老师 继续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 社会当中的各行各业 或者是大家也许都不同的 宗教信仰 那如何要能够都能够去 能够沐浴在老主的这些 很殊胜的这些生活 很善用的这些法里面呢 因为不同宗教信仰的时候 也许自然而然的 在每个人的心里面 会有一个 应该是说天然的一个屏障 是不是 或者是大家本来的一些认知 跟成见 造成我们对于圣法到眼前 可是却没有办法很顺利的 去接受到这样的圣法 给我们的一些益处 这个部分老师 有没有一些经验 或者是心得 我只能够跟大家这样说 因为学着这样子学着 终于学到一个最精髓的东西 师傅讲 千万不要忘记 一个字叫做圆 有时候勉强不得 他之所以能接触到我们 这一个机会是圆 他能不能纳受 我们给他的建议 跟我们宗教本身的 这一个法意 也是圆 为什么 师傅也讲过一句 千万 失者无业障 受者业障多 如果 他跟我们过去的经验一样 我也有很苦恼的时候 如果那个人 他自己还有太多的 冤亲债主 不愿意让他脱离这个苦难 我想 就必定有那个圆的促成 他暂时不接受我们这个圆 但是我们千万也要记得 不要断佛 总性 不要排斥他 我们就用一个最好的态度 继续维持这个圆 然后等待让他有机会来接受 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是 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邀请到中门里面的法师 或者是讲师 还有非常资深的闲事同修 来分享他们在中门里面 学修的这些时间以来 自己所获得的这些法意 那么从圆的开启 然后如何我们自己去付出 去教学乡长 然后让这个圆的延伸 然后延伸到三十年 或者是更久的一个时间 我想这一路上 我们也从学习当中 也必须要内化很多 然后再吞吐出自己的智慧出来 我想这些非常珍贵 很棒的一个过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节目时间有限 但是您分享的智慧无限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也非常感谢 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希望每一集的节目来宾 跟大家分享他们个人 就是自己独一无二的 这些经验之后 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 那也希望新佛在我家的节目 能够让大家能够拥有 更多的勇气 智慧与信心 来面对更美好的一天 祝福您平安健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